小小蜜蜜,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它是誰? 海豚 好,那我們來講海豚的故事 你認得海豚這兩個字了嗎? 牠們是住在海底的一種 什麼? 哺乳類動物 海豚 海豚的嘴巴咧的大大的 好像總是在頑皮的微笑著 海豚住在海裡,是我們的海洋朋友 海豚看起來像魚,卻不是魚 牠和我們一樣用肺呼吸 所以在水裡有一陣子 就得浮出水面,呼吸新鮮的空氣 你看,海豚的頭上是不是有一個小孔 那是牠的鼻孔 海豚就是靠牠來呼吸的 喔,原來如此,牠的鼻孔長在頭頂喔 海豚的皮膚滑溜溜的 身體圓圓長長的 可以在水裡游得很快 是海裡的游泳高手 那些速度很快的潛艇、魚雷 都是模仿海豚的樣子所設計的 因為皮膚光滑就比較不會有阻力喔 就可以速度增快很多 游的海豚呢,有長長的嘴巴 游的海豚有圓圓的大頭 欸,你們看這應該就是牠的鼻孔了吧 游的海豚很活潑,喜歡衝出水面 高高跳起來,轉圈圈 海豚好靈活喔,你看很厲害 游的海豚比較文靜,喜歡慢慢的游著 所以海豚的性格也不一樣喔 跟人一樣,對不對 有各種不同個性的人 剛出生的海豚寶寶和我們一樣 都是喝媽媽的奶長長大的 而且會緊緊的跟在媽媽身邊 學游泳、學跳躍 長大的海豚喜歡吃小魚和烏賊 牠們不會用牙齒咀嚼食物 總是直接把整條魚吞進去 有的海豚還會合作,一起趕魚、捉魚 所以海豚應該算是群聚動物對不對 牠們會互相幫忙欸 海豚喜歡和家人朋友生活在一起 一起玩耍、一起游泳 藍藍的天,藍藍的海面下 有著可愛的海豚在海裡生活 歡迎你一起來認識我們的海洋朋友 海豚 海豚在這裡喔 牠們很可愛 而且很聰明 好啦,這本就是 自然 我的自然小書包裡面的海豚 The End